軍情局還有電訊發展室等 局長好 各位好 我想先問一下 你們在監聽的執行相關業務上 有把監聽獲得的情報或資訊 直接跟總統報告過的請舉手一下 你們都沒有人直接跟總統報告 監聽所獲得的情報 我要跟你報告 我們不是每一件都有報告 我們是比如說像間諜罪 成案要成行了 這個也有間諜活動 我們開始偵辦了當然會收 那你多頻繁跟總統報告一次 有關於獲得的情報 包括監聽取得的情報 不是監聽取得的 你是核發的 其他人單位執行我都了解 業務分工我清楚 但國安其作為情報匯整單位 對對 多久一次 我每個禮拜都要給他報告 但是沒有那麼多間諜罪可以報 所以你要間諜罪 我有一件你才會去報 那其他的單位有直接報告過嗎 業務上的需要不要客氣 這個 警察署沒有 那其他麻煩回答一下好不好 警察署沒有 警察署沒有 警察署總長 從國安的角度 警察署總長 不管他講原因是什麼 是誤以為或不小心 還是這個真的是濫權執行 對於國會監聽的這件事情 是不是構成重大的國安事件 請局長回應一下 包委員 我就如果你問我是這個 以這個機構講話 我是不適合一批評其他機構 這是不是屬於國安事項 國家安全重要的事情 你們應該會很關心後續的發展 我沒有很關心 但是我像 我執掌裡面沒有這個說 你要對這個事情的性質上 它構不構成國安的一個事件 當然是國家重要問題 國家安全的重要問題 局長是嗎 我們以前大概面對 對 這個其實是無庸置疑的 好 那我現在先問一個 技術上 現在檢察總長說 一下說BBB 錄了一個月 後來說完全空白 你認為完全空白可能嗎 包括委員 我不知道這些狀況的實際是什麼 但是因為 那個 執行的單位 他只是在執行那個業務 他並沒有去聽這個內容 所以這個內容到底是不是空白 其實 空白轉是有可能 不是沒有 一個月都空白 好 是有可能啊 因為 因為都沒講 裡面都沒有用啊 欸 我問一下其他幾個單位 來請說明一下 都空白 一個月然後掛線 然後曾經有BB聲 然後後來都空白 不是指這個個案 其他案件也許有可能 因為可能掛到一支無效的電話 就有可能 那我們大都有效嘛對不對 我們負責 負責執行的單位 他不知道內容 他只是執行一段時間 他有要求怎麼樣的狀況 多少時間要把這個光碟送過去 多少時間平均是多少時間 要看他的要求 好 那電信發展士 你們技術最進步 講一下就是說 這個情況發生的可能性怎麼樣 這方面我們的工作屬性跟內容是完全不同 好 那我問你們 包括局長先回答 現在的監聽 技術上可不可能在電信公司的機房 直接 整個錄下來 這個所涉及到技術性能力 然後之後用搜尋關鍵字 然後去 得出所要的情報 技術上 資金上 跟時間上如何 哪一個單位可以回答 其實 這個 我們 國安局長是都知道了 你先回答好了 那其他再回答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執行單位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用關鍵字收集 是可能的 現在大部分全世界都用關鍵字在搜尋 這是可能的 局長 以前 技術上 資金上 人力上會非常龐大 因為那個設備很大 就錄到的資訊很小 對 現在 非常少的經費 五百萬 所能夠錄到的機房裡面的資料 有可能 全都錄 不是 你各位講一下技術演技好不好 這是監聽設備的技術演技 包含委員 其實 你要看齁 就是說你的 對象到底有多廣 你如果是單一 你講的是可能 但是 如果是 像我們情報監聽 它不是單一 它是很多 局長 理論上 實務上 都有可能 整個 比如遠傳 它的機房 百分百都錄了 先錄再說 根本不用什麼監聽什麼 什麼核發什麼 票 我告訴你 你這個需要多少 你談過去 我們 我們大概 我也不能夠辯駁 但是你談現在 因為它是有司法性的問題 你不是 不是你應該錄的東西 技術上可不可能 你先回答我 技術當然可能 好 經費上貴不貴現在 先聽的設備都很貴 現在比起以前 便宜非常多 而且空間很小 是空間很小 我同意 但不代表它一定便宜 好 如果以遠傳 一年都要錄下來 大概需要多少 那我就知道 我們其他 回答一下 好不好 你們研究 資通安全科技 不可能不瞭解這個 這個我個人也不瞭解 我們電訊發等事 應該是最瞭解的 對不起 現在沒有辦法回答 太清楚 不太清楚 是不是不方便回答 清楚 不是不清楚 來其他的單位 軍情局 我也不太清楚 好 本席在國安會工作過 所以 你們可以說基於你們 有一些 對不對 業務上的考量或什麼 但是這個雖然也不是什麼大的秘密 你們都能夠迴避到這個程度 我要問我們蔡局長 中共對我們台灣的政要 進行監聽的情況如何 有無這種現象 當然有 範圍大概多廣 我不知道 他們用的技術是什麼 除了掛線以外 還可以用的技術 其實這個電訊技術是很發達的 是很發達的 要做 是可以做的 尤其我們很多人 基本上這個電話是公開的 他也不常識 那當然 很容易就被 當作一個 一個專線來監控 比如說透過衛星直接 監控的可能性 他只要那個 那個 徵收的範圍 可以在他的這個技術之內 都可以監控的 移動的監聽車就對了 都可以啊 都 工具太多了 那我們 我們 我問你齁 所以我們都有可能被監聽嗎 包括我 我不知道你說你被監聽 你們做反情報 不是 你們要保護我們啊 我不知道 我們有沒有被監聽的 是不是鎖定的對象 你至少知道吧 你說誰鎖定你 中共啦 我不是指你們啦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給他電話 你只有給他電話 我也不知道 我們的電話記者都知道 常常都在打啊 那我不知道 我現在也不知道你的電話 如果他知道我的電話 他會怎麼做 他要監聽他鎖定我 他如果認為你有 重量性 你是個目標 你有值得他監聽的 當然可能 怎麼做 他們會怎麼做 他的手段太多了 你講個三樣來聽聽看啊 我好 我好自保啊 我私底下找人告訴你 現在監聽技術 是用什麼方式 好不好 其實我不是這樣的專長 我只是告訴你有可能 但是如果有 我們只有這個專長 沒有啦 在座了 好幾位我以前的同事 我辦法知道 包圍了啦 你也了解到 我們不是什麼都會 啊 局長 你可不可以幫助我 反監聽的技術啊 我們 我們 我們各個單位 如果我知道我已經被 中共鎖定了 我一定會扣示你 如果我知道我一定會扣示你 請各位回答一下 如果我要自保 能夠反監聽嗎 包括電話 包括 其他的方式的 反監聽 除非我不講話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有一些設備是可以反監聽的嗎 不是啊 維恩 你如果你辦公室 懷疑有被監聽 我們是有這種監聽 這種 這是檢查的設備 對 我們可以去幫你做 你如果要做 有人說把電視開大聲一點 有用嗎 會開什麼東西 可以干擾 可以干擾 那你怎麼干擾 還有什麼干擾方法 什麼樣的干擾 只要不是很專注的聲音 都可以干擾 好 但是技術還是可以解讀 你再怎麼干擾 事實上是很困難 局長我再問你 就是說 在這個所謂的 無期會的時候 習近平有講到 六月希望先 那個 你 我先問 可不可以請他們 還要問嗎 我再問你 因為這個高層次的問題 對 他們可以先回座 對 不好意思 謝謝 福茂協議齁 習近平在建吳伯雄想 六月要簽訂的時候 年底要簽 貨貨協議 然後這個 所謂的 積極創造條件 那吳伯雄有講了喔 他是說 一種框架 和一種架構 那麼所謂的 積極創造條件 自然就是為馬錫會鋪路 你對馬錫會 如果經過這個 這樣子福茂協議 貨貨協議 然後整個 有 有可能在近期出現 第二個就是說 一種框架 是不是所謂的 積極條件 那你怎麼看待這個 一種框架 是不是積極條件 據我的了解 我沒有得到 這樣子的任何的信息 把這兩個 做一個連結 我沒有聽過這樣 任何的信息 第二個 馬錫會 基本上你也了解到 總統已經公開講了 國家需要 對等 聯名同意 所以我不知道這些條件 是很清楚的 只要有這樣子的條件 其實 你也了解到 縱使是敵對國家 談 總比鬥好 我是一直 所以你不排除 在明年APEC上海召開的時候 有可能馬錫會 我現在也沒有辦法 對這個 這個週期去評論 但是所謂積極創造條件 所謂一空框架 現在王玉琦這個主委 跑到APEC去 做顧問的名稱 當然你可以講說 總統以前講過 要有些什麼 對等的原則等等 但這個都 都可以被解釋的 你所掌握的 對兩岸情勢的分析 我認為現在條件是 還不合宜 還不合宜 對了 那也就是說 太複雜了 就是 不宜照鏡 太複雜了 不宜照鏡 因為可能複雜 對對對 可能會陷入一些 我們比較無法控制的局面 對對對 那麼 最後再問一個 這個 航空母艦 這個 遼寧號已經完成載艦機 包括 殲15這個最大 重量起彈的測試 然後等等就是說 052D的直行的舉除艦 中國現在有三艘成型 對於 就是說 隨著遼寧艦跟這些相關的 發展 解放軍最快可以在多少 裡面擁有一個像 一個航空母艦的戰鬥群 基本的實戰能力 戰鬥群 不太可能 報告 其實現在遼寧號 基本上是以訓練為主 那要成為一個戰鬥群 你也了解到 要各種條件都具備 然後他 今年跟2015年他有兩艘 中型的航母要建造 我至少覺得可能還是要一段時間 多久 差不多你們掌握的情報判斷 因為這涉及到我們整個國家安全跟國防部 大概成熟 完全成熟要十年以內 十年以上以內 你講十年以內可能三十年 不會啦 大概要十年 因為現在 委員你也知道 現在的技術是可以 加快的 跟以前 就是說一步一步來是不一樣的 他有時候技術是可以加快的 航母當然有驅除艦 還有相關的這些補給艦等等 但是最近它的發展 052D型的驅除艦 你要看他的 你所謂的效能 是跟美國現在一個航母戰鬥群玩家一樣 還是一個中共獨特下的戰鬥群 如果只是 沒有 我們要跟美國比 跟台灣比就好 他要成為這樣子很快 因為台灣本身就沒有這個能力 我知道 謝謝